好了,我們之前就說到能量可以由一個方轉換為第二個方 由一樣物件轉換為第二樣物件 雖然能量可以左手交右手,左腳交右腳 但它們都是遵循著一些定律 就正如我們經常都說,能量是不可以創造出來,也不可以消滅它們 情況就好像四個人一起去玩大富翁那樣 每個人手上一開始都有兩千元,但輸下輸下輸掉的錢給其中一個人 其中一個人手上就拿著八千元 這樣他就會成為最後的大贏家 即是由頭到尾大富翁的錢都是只有八千元,不會多不會少 這個情況我們就會稱之為手行,conservation 我們說能量自然就會說到the lord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能量是手行的 我們要用能量手行這個定律就可以解答到很多疑難雜証 那究竟有多厲害呢? 譬如說我現在在天台把球放在街上 我想知道球去到地上前的速度是多少呢? 因為球在最高點的時候,它擁有的能量就是gpe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我們可以寫成pe等於mgh 如果球跌到街上,它的gpe就會轉化為kinetic energy ke 而因為在整個運動過程中,能量是不會被創造和消滅的 即是說它一開始有多少gpe呢? 去到放在底下就會全部轉換成kinetic energy ke 那我們放在陣上寫一條顏色 因為pe等於mgh 我們最後變拆做ke的時候 因為ke等於二分之一mv square 那我們可以借助mgh等於二分之一mv square 放在陣上就自然就算到你想要的東西了 那這些技術位都要提醒大家 因為考ke和pe說conservations of energy 能量轉換的時候 很喜歡用圖表去考大家 如果ke和pe against distance 即是說extra是distant的話 那條線就一定是直線strait line 但是如果pe和ke against time 即是extra是時間來的時候 那條線就一定是curve曲線來的了 那之前呢 Dol dedic呢 Looking at forward than 就等於fxxxxxxxcxfps 正常情況下 超向カ Island也乘連ije長的方向 moderate成直線的對面都 unreasonable 那是同一個方向 那所以兩個X出來就會是正數 但有沒有遇到一些情況成出來會變成負數呢 其實就真的會成出來有時候會變成負數 提回你一樣東西 Worddown就是scaler來的 就沒有方向之分 那正和負又代表了些什麼呢 Worddown的正負就indicate了 它是釋放能量出來 還是吸收能量的意思 如果F和S都是向前 即是說F和S是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那你導力推動東西 導力向前 導力動向前 導力動向前 那就是說能量釋放出來 那究竟有什麼時候 導力動向前 導力又反轉呢 很多時候越來越情況 地下有friction 正正是這樣 盒也好 車也好 它向前輪 但friction 就oppose motion 又反轉 那friction的f 乘回S 就會變成負數 那之外 friction這個力 就是吸收了能量 那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常稱為 Worddown against friction 如果我們要oppose 這個friction 或者那些 叫做resistive force 我們要抵抗它們 我們就要 付出能量給它們才行 那這樣說才算 有個車 coming to rest due to the friction 因爲地下給它的摩擦力 而它慢慢停下 那車一開頭就有ke 因爲它會動 那它就越動越慢 到最後就停下了 那就是說它一開始擁有的動能 kinetic energy 二分之一mv square 就被Worddown against friction 吸收了 所以可以對一條式下去 就是二分一mv square 等於fs 那如果我們遇到 跳海 或者跳到氣墊 那裏的題目 就要小心一點 正常我們放pe 等於mgh h 就由地下開始計 但是去到跳海 跳氣墊 這些題目 你就要拿 插入水裡面 或者插入氣墊裡面 的最低點開始計 因爲它碰到水那一刻 或者碰到氣墊那一刻 它還有一個下降的高度 譬如就說 現在我跳海 我就在h那麼高 去到水面的時候 其實我經歷了h那麼多的高度 所以我的pe loss就是mgh 但我插到水的時候 我還會插到d那麼深 還有d那麼多的距離 所以正確來說 我的pe loss是mg 因為我開闊到h加d那麼多的深度 即是說我一開始站在最高點 我擁有的就是gravitationalpe gpe 那我跳下來的時候 我的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就轉換為kinetic energy ke 那我插到水的時候 去到最低點 我的ke就變成0 去到最低點 我的pe都會變成0 喂 那這些能量去到哪裏 你又說energy是conserve的 又說不可以消滅 去到哪裏 喂同學 沒錯 因為我們插到水的時候 水是有resistive force的 而這個resistive force 就跟我移動displacement的方向 就相反 所以成出來的work done 變成負數 負的work done 即是吸收能量 那意思 那意思 我插入水的時候 我的kinetic energy 就會被水吸收了 變成它自己的internal energy 即是水吸收了我的kinetic energy之後 它的internal energy就會上升 它的水的粒子溫度就會上升了 因為整個泳池這麼多水 你可以用conduction conversion radiation 去傳送它的heat 那其實一點都不明顯 所以我們就說 當我們跳海的時候 其實可以放回這條色 mg 那高度呢 因為h加d 就會等於work done against friction 或者叫做resistive force 就是f 乘回距離d 這樣去計算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說到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這些題目的時候 95年有條好過癮 他就說現在有粒子彈穿過木板之後 就會有減速 由450 ms-1 就減到400 ms-1 即是說粒子彈本身有的動能 在穿過塊板的時候 因為穿過塊板的時候 有friction產生 而因為friction 和dispacement是相反方向 即是會吸收了子彈的動能 即是粒子彈穿過塊木板的時候 它的動能就會有一部分減少了 那他就想問粒子彈究竟可以穿過多少塊木板呢 那能量手衡在這個情況就大派用場了 因為我們可以計算了 子彈在穿過塊木板之前擁有的動能 和穿過塊木板之後的動能去解一計 我們就知道穿過塊木板的時候有多少能量流失 在這個case我們就計算到原來 塊木板會吸收了425兆那麼多能量 那如果粒子彈初速是450個MS-1 我們擺個陣 ke等於二分之一mv square 我們乘一乘計一計 我們就知道它擁有有多少動能 有多少total energy 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他就問了有多少木板被穿過 即是說最後所有動能 會全部給了木板 grunt against resistive force 那我們對一對數 算一算 這樣就算了4.7塊 即使畫粒子彈可以穿過4塊木板